哇 笑死了 把對方的戰將給砸下去 郝佑寧在出手 現在紅隊的節奏邁下來了 好大 又是曹佑寧 曹佑寧今天真的是主力進攻手啊 我們一球大戰了 比賽即將開始 這個要跳球搶球拳啊 果然派出了身材非常高挑的周宇天 還有蟬跳力最厲害的潘軍倫 哇 趙依蘭 你有沒有看到小巴的表情 哇 狠狠耶 超殺 超殺 殺氣十足啊 笑死了 把小巴把對方的戰將給砸下去了 哇 這個球是由曹佑寧先攔截下來 然後呢再把小巴給砸出去啊 就劍了兩個弓 自己橫穿的 自己橫穿的 沒有關係 2分40秒 王佳良 曹佑寧在出手 再打中了 佑寧中 西菜 現在呢藍隊內場主席要四個人了 紅隊有七個 兩隊呢在內場的人數呢 差距是三個人 感覺現在紅隊的節奏邁下來了 好大力 哇 又是曹佑寧 曹佑寧今天真的是主力進攻手啊 對 打中了雷艾梅 曹佑寧又要來做刺殺 好大力 林靖倫 對 被K中 然後谷谷呂思維奮力一撲 想要去救球 很可惜沒有救到 2 2 3 4 4 4 哇 谷谷被曹佑寧給擊中 出局 哇 所以曹佑寧呢 是紅隊的主攻手啊 攻擊手 我好想算算今天曹佑寧 到底已經K中了幾個人了 非常 哇 球隊 曹佑寧 這個出手彈跳槍 曹佑寧 自救 沒事 剛剛曹佑寧 對一個滑壘的感覺 死去很中華隊喔 現在最後的18秒了 曹佑寧 時間 時間 曹佑寧 又是自救 曹佑寧 曹佑寧 現在最後的10秒 現在雙方差13分 藍隊要加緊失望結果呢 長線 2秒 藍界成功 2秒 最後2秒 把時間拖完 好 比賽結束 我們還是要聽裁判 最後來數內場的人數 紅隊內場剩下七位選手 藍隊只剩下四位選手 所以是由紅隊獲勝 這次決定的挑戰 全負 我們還是要輪滅 我們還是要輪滅